从前从前在商朝时期 当时商朝最后一任君王是咒王 在历史上的咒王是一个残暴的君王 不但喜欢喝酒取乐 也杀害了许多直言禁见的忠诚 更对人民征收高额的税金 以及适用残酷的刑罚 当时不论是百姓或是大臣 都对咒王敢怒不敢言 直到西方的宗武王举起一旗 讨伐伤咒王后 百姓的生活才终于回归平静 当时宗武王获得胜利后 看到咒王宫殿中有无数的后妃嘉丽 就决定将他们全部释放 并说咒王做了许多错误的决定 让许多人生活在痛苦之中 从今以后我绝不会再助咒为虐了 后来我们用助咒为虐 比喻协助坏人做坏事 而这个就是助咒为虐的典故由来 请不吝点赞 许多误